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呢我带大家来做一个登录和登铺的功能 把我们现在的项目做得更完善一点 上节课呢我这里写了一个中间件 在index.ts里面我写了这样的一个中间件 同时呢对类型定义文件做了一些扩展 所以我把中间件先给删了 把这个类型扩展文件也把它给删了 主要是上节课我们要用到的知识 这节课我们去玩上的代码那块的东西呢就不用了 这节课呢我们想做一个登录的功能 也就是说打开router.ts大家来看 现在我访问根路径的时候 它会提示这样的一个提交代码的功能 然后去调用get data去做这种爬虫的操作 这块会报错是因为我把提成令给删掉了 所以我先给它改成sort password error就可以了 好那实际上每一次去爬虫内容我都树密码呢 其实有一些麻烦 我希望啊做一个登录的功能 用户只要登录了之后再去爬虫内容 我又允许他爬虫 如果没有登录的用户那是不能够去爬虫的 好想做登录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啊 我们访问根路径的时候 然后呢去提交一些密码啊 这块我写一个登录的功能 就不是单纯的提交了 好 当他点击登录的时候 我去跳转到login这个路由 是一种post的方式进入 那么在这里啊 我就再写一个post的路由 这里我写一个login 好 然后判断 如果密码是123的话 那么就让用户完成登录 否则的话呢 我就提示你登录失败 在做这种登录的时候 我们涉及到这种复端的持久存储 在express里面 我们会经常使用这种叫做 cookie session 的中间键 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登录的功能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开GateHub上面 关于cookie session 这个中间键的使用说明 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使用它 我们先安装这个中间键 npm install cookie session OK 在控制台里面 我们npm install cookie session 刚刚save 回车 OK 那现在这个cookie session的中间键 就已经安装好了 接着呢 我需要引入这个中间键 那在这里呢 我可以去import 当然我要在这个index.ts里面 外层去统一的使用这个中间键 那我这样去做 import cookie session from cookie session OK 然后看它怎么用呢 其实啊 我们这样用就行了 也是一个use的语法 在这里我把这块的代码复制一下 这是使用它的一个中间键的使用方式啊 这个body parser用完了之后 我们再用一下cookie session cookie session这块呢 它会设置登录的有效时长 我们就写成24小时就可以 默认即可 case这块呢 要填写一个secret case 这块可以是一个数组 当然我们这块可以先填一个 比如说teacher steam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先放在这里 那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正确的使用了 cookie session这个中间键 然后我重启一下我的项目 它会报错 说cookie session呢 现在找不到 其实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块我应该写成cookie session小写 对吧 OK 再保存 它又会提示我们现在少类型的定义文件 那我把类型定义文件再安装一下 np install tapscookie session -d 回车 好 这样的话就不会报错了 那我们再启动一下我们的项目 np run dv 回车 OK cookie session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它去做我们的登录功能了 它会帮我们做一个状态的持久存储 存储24小时 好 在这里我们这么去想 当你登录的时候 我判断如果密码是123 那么我就让它是一个登录状态 登录状态呢 我就可以存到req.session.login 我让它等于true 好 这个时候它会报什么 它说req.session未必存在 那么如果不存在你调login 其实就应该报错 大家看cookie session做的还是比较完善的 它呢 对这个类型定义文件 也就是express的类型定义文件 做了一些更改 更改完成之后呢 它会提示你有可能 假如说你不用我这个中间件之后呢 可能session就不存在 那你这么写就写错了 那为了把它写正确 我们可以怎么写 我们可以这么写 if iq.session 做一个类型保护对不对 好 如果你使用了cookie session 这个工具的话 或者这个中间件的话 那么才可以啊 我发现你密码是123的时候 而且你用了这个中间件 我就让它的登录状态变成true 同时呢 我res.send一个内容出来 告诉你登录成功 好 这样就行了 否则呢 我会提示你 登录 失败 OK 其实这么去写啊 还是有一些漏洞的 因为如果它已经登录成功了 那它再来登录 实际上没有必要让它反复登录 那么我就可以这么写 我可以写一个 const is login 等于 riq.session 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呢 它是否登录啊 就通过这个字段来判断 否则就是一个 undefined OK 也就是说 riq.session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就看 login字段是不是处 如果是处呢 你就是一个登录状态 否则呢 你就是一个undefined 或者说 是一个false 就表示你没有登录 接着呢 我来判断 如果 islogin 也就是你已经登录过了 那么我就做一个操作 否则我再做一个操作 好 如果用户已经登录过了的话 我什么也不用做 是不是直接告诉他 已经登录过就可以了 在这里 我直接send 已经登录过 OK 否则的话 我再走里面的这段代码 OK 如果你没有登录过的时候 我再判断 你密码是不是等于123 如果是的话 我去告诉你登录成功 否则的话呢 我告诉你登录失败 这块呢 我其实可以 在这儿还 其实还应该有个else 对吧 i.s 登录 我这块呢 就提示登录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session 也要提示登录失败 当然呢 这块如果你现在不写 也没问题啊 我现在把它先干掉 这样看起来可能会简单一点啊 当然我再把上面这个代码 再合并一下 如果password等于等于123 and end 有这个IEQ.session的话 那么这里面 我直接让它的login 编为true 然后提示登录成功 否则 提示登录失败 那这样写 其实更科学一点啊 通过最简单的代码 我们实现了 刚才想实现的这种各个边界的处理 OK 那么login这个路由 我们就写完了 接下来我可以做一个测试了 首先呢 我回到我的页面上来刷新啊 现在我没有登录对吧 然后呢 我输333点击登录的时候 它会提示登录失败 好 我输123点登录的时候 它会提示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之后 我再输123 或者随便输一个进去的话 它会提示已经登录过 那么很好 现在我们这个登录功能就已经做完了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说 当用户如果已经登录过了之后 它再访问这个首页的时候 我希望啊 就不再显示这个 让它登录的这个内容了 可以显示一些其他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来写一下 在这儿一样的 我们判断 Constant is login 等约 I Q点 把这块战马拿过来 看看它是否登录了 如果 否则 如果它登录了 那我返回一个内容 否则的话 我就返回 下面这段内容 没登录呢 我就让它去登录 如果登录的话 那我就res.stand 也来一个多行的这种字幕串吧 里面呢 我们就写一个类似的内容 只不过body里面的内容 我们稍微做一个调整吧 稍等 把格式处理一下 body里面呢 我就写一个 A.X吧 HREF等于一个空 然后这里我写一个退出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看啊 刷新 这块就会多一个退出按钮 因为现在 其实我刚才已经登录过了 所以它就会显示退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做退出这个功能 退出呢 我让它当点击退出的时候 跳转到logout 这样的一个路由项上面去 那么紧接着 我就要写logout的代码了 在这儿我可以复制一份 login的代码 复制一份这个根路径的代码 因为我要复制出一个根路径的路由 原因是这个路由啊 是一个get类型的 所以我这块呢 logout也是一个 get类型的路由 那么我这样去写就行了 其实logout非常的简单 我这样判断 if iq.session 然后呢 iq.session.login 我就让它等于 undefined更严谨 直接就把它的login的状态给清空 也就是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之后呢 我再redirect res.redirect 让它跳转到哪里去呢 跳转到根路径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的一个登录和登出的功能 基本上就应该可以跑通了 我们试验一下 好 这块看一下 都没什么错误 到浏览器上 刷一下 点击退出 它又回到了我们的手印 现在可以登录说明 我已经退出了对不对 刷新一下 我的数123 好 登录成功 再回到手印 大家刷新一下 它会有一个缓存 刷新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它已经登录成功了 在根路径的时候 它现在是一个退出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它已经成功登录过了 当我再点击退出之后 现在登录状态又变成了一个退出的状态 我刷新 当我点444 登录的时候 它会说登录失败 那回到手印 我怎么刷新 它都没有登录成功 我再数123登录 登录成功 回来再刷新 它就变成一个退出的状态 OK 登录和退出 我们做完了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对我们的代码 做一个修改 这块我先给它关掉 我们说get data 之前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通过post的方式 调get data的时候 判断密码的形式 来决定是不是 重新爬取一下内容 这块我改一下 因为现在我已经有登录和退出的功能了 所以我只需要把上面的 is login拿过来 这块改成get就可以 一定记得 先把它改成get 然后这块呢 我把password就不要了 我判断你是否是一个登录状态 如果你登录了 那么就去爬 否则的话 我就说 请先登录 对吧 请登录 后爬取 内容 OK 那么get data呢 现在 我们就通过登录的方式 来去调用这个partum OK 那只有登录之后 我们才可以调用这个partum 我们可以对上面的代码 做一个修改 在这里 如果登录了 除了我可以让你退出之外 我还可以让你去爬取内容 爬取内容的时候 我们调的是哪一个路由呢 大家看 get 请求 调用get data这个路由 我这里写成get data 保存一下 再回到浏览器 我不刷新 好 处于登录状态的时候 大家看我先做一个测试啊 把data下面的cost JSON给它删除掉 现在什么也没有 当我点击爬取内容的时候 比如说get data success 那么data下面多了一条内容 当我点退出啊 大家看我回来点退出 如果你处于退出的状态 去访问get data 回车 你会发现 它会提示你 请登录后再爬取内容 然后呢 到我的编辑器里面 这块也不会变化 我登录一下 123点登录 登录成功回来 我刷一下 然后点击 爬取内容 这个时候又可以爬取了 刷新 好 大家看现在就两条数据了 那整个功能呢 我基本就把它跑通了 当然刚才有一点小的瑕疵 大家来看 判断啊 如果你登录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登录的逻辑在哪 当你登录的时候 会走到login这块 如果没成功的话 它会提示你已经登录过 如果已经成功的话 它会提示你登录成功 对吧 OK 那这块呢 如果你提示登录成功 其实没法挑战的商业 其实也没法做处理 我其实想做的事情呢 因为大家看 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当我点退出之后 我输入123 登录成功 我再回去的时候 我必须手动刷新一下页面 这个呢 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涉及到一个缓存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后面 去写前端单板的时候 对它做一个处理 所以现在先这样 我们先不管它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点内容啊 我们说现在 我们登录之后 可以去patch内容 patch内容之后呢 我们其实还要去写一个接口 把我们爬渠道的内容 展示给用户 也就是说 把cost adjacent这个东西 通过接口的形式 返回给前端 让前端未来可以去调用 那要想做到这一点啊 我们就这么去写啊 我们再写一个接口 叫做 上面这个呢 我们就不叫get data了 我们叫 croller 或者就叫get data 好吧 就叫get data 那下面这块 我们叫做一个 show data OK 行 那show data这块呢 它其实做的事情啊 就不需要判断权限了 我觉得 我patch到的内容 可以暴露给所有用户去使用 那我只需要干什么就行了 我这样去做 首先 import fs from fs ok import past from past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show data show data里面呢 我们这样啊 const result 等于 fs.readfile sync 去读取文件的内容 读取哪个文件的内容呢 我们上面定一个路径啊 const position 它的位置在哪呢 等于 pass.result 打包过后 这个文件会放到build的目录下 所以 data目录呢 是相对build的目录 drlink 其实指的是 打包过后 其实就是build的那个目录啊 我们去向上找一层 再去找到data这个目录下的 cours.json 然后通过utf-8的形式 把内容都读取出来 放到 sorry 不是在这里啊 这块其实我直接生成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其实是readfile sync的的时候 第二个参数 我们要填utf-8 指的是通过utf-8的形式 去读取文件的内容 然后呢 我把文件的内容 通过 这个 res.json的方法 反挥回去 保存一下 我们来试验一下 回到冷暖器 我们这里 现在 不管动不动物 都能掉用sodata这个 求求地址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它是能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json 反挥回来的 只不过啊 它里面有一些 这种换行符而已 其实没关系 后面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这块 这个8去掉 把这个杠去掉看一下 都一样的 OK 没问题 那读取完了内容之后啊 我试一下 在这 json.parse OK 当你掉json.parse之后 大家看啊 其实那些反斜杠N 这些东西都去掉了 然后反斜杠的这种 注解也去掉了 那现在它是一个 标准的json结构 返回到我的浏览器上 OK 但是呢 有可能我们去读取 我们这个文件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第一次 去patch的时候 那我还没有patch 其实现在还没有 cost.json的时候 那我去掉它 可能会报错 比如说我删除一下 cost.json 然后我现在去刷 它会报说 找不到cost.json 就会报这样的一个 浮览器的错误 为了避免这个错误呢 我们可以这样 try catch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块的代码 放到try里面去 catch 如果我们捕获到异常 也就是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res.send一下 比如说 上位patch到内容 OK 保存 再回到我的页面 刷新 那我提示 上位patch到内容 那么现在我去patch一下内容啊 访问到手印 然后patch一下内容 OK patch完内容之后呢 我再去 show data 回车 就能把patch到的内容 展示出来 好 那写到这呢 我们的功能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那为了让大家 后面操作起来 简单一点啊 我可以在上面 再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 展示内容吧 show data 叫展示内容 OK 其实我认为啊 我们的数据呢 也只有登录状态 才能显示这样的话 也比较合理 如果所有人都能看到呢 可能我们patch到的这个东西啊 涉及到一些销量的敏感数据啊 直接给别人看 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呢 你也可以在这儿 给这个show data 也做一个权限的教验啊 我判断 如果 登录了 我再去让它去返回这些数据 如果没登录呢 我就提示一下 用户上没登录 请登录后 查看内容 对吧 OK 这么写完了之后 我们的功能就 基本上全部做完了啊 我们先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浏览器 刷新 展示内容 可以展示 我们再patch一下 后退 再去看一下内容 就多一条 然后我们可以退出 退出之后 它提示你登录 444 不可以 我们提示 123 OK 又登录成功了 那登录成功再回到首页 这块我们需要刷新一下 好 那基本上 现在看起来呢 我们的功能写的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使用cookie session 这个中间件 去帮助我们实现这种登录的功能 同时呢 我们把我们的这些路由啊 都包了一层 就登录过之后呢 才能让它去获取数据 展示数据 否则的话 我就让它必须先去做登录的操作 好 写到这里呢 基本上我们这节课 所有要讲的内容呢 就都结束了 大家加油 好